每天吃一瓜 风批姐巴巴巴 哈尔宾1944开播后 杨米的名字没少出现在热搜上 然而大多内容都是对他演技的吐槽 台词狐嘴 表情浮夸 下意识名嘴 杨米演技上的问题能罗列出一大片 看来即便是代表演老实进主 杨米也是油盐不尽 甚至剧集播出后 王偶扮演过的汪曼春还被很多人拉出来夸奖 两者一对比 更加显得杨米的转型很失败 同样作为主角的秦浩 他的演技也是再一次成为热议话题 没想到46岁的秦浩一出手 让观众看清假吃有多离谱 简单一场吃戏 真硬了那句话 张不开嘴就别硬眼 剧中有一场吃戏 秦浩一口番茄炒蛋 一口土豆丝 那叫一个津津有味 而且秦浩的演技确实很自然 就是正常人吃饭的样子 不刻意端着 也看不到表演痕迹 总之看他吃饭 感觉这桌菜确实很香 以至于不少观众都看饿了 再看看对面的杨米 简直一言难尽 一口西红饰炒其当 可以在嘴上嚼上无数遍 而且吞咽的过程中 也感觉味同绝辣 难以下咽 甚至因为用力过猛 导致脖子青筋抱起 不得不说 通常比拼演技 观众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尤其这次杨米的对手是秦浩 出了名的演技派终身 这么一对比高下立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